Horizon Satan 總之這まり 我甚至之前都跟大家講這種前菜 因為很少人都看上去過誤會 譬如我擔心事物收集 była求比較多的人 我自己便做了轉變手術 一年前我好認識很久的朋友 他也跟我說這個問題 你自己變成性就好了 你還搞組織去鼓勵更多人變性 你是不是叛倒其他人呢? 當時其實我也解釋不到 但現在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組織從來都不是去鼓勵 其他人去做這個變形手術的 反而就是跟他們同行 似乎有一點跟新造的人 康醫那邊都有點接近 或者這麼說 在半年前其實我們有個朋友來到我們當中 就說他求助我因為他很想做這個變形手術 當時其實他的姑姑也陪伴他過來見我們 我們談了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完結的時候 姑姑就開始跟我說話了 一路他都不說話 他就跟我分享 就說來的時候很擔心 他說來到會不會 我這個本來兒子的 突然間他決定做這個變形手術 他說聽完之後他都會覺得很放心 因為原來你們組織 你只是提供一個資訊和同行給他 而不是鼓勵他做這個變形手術 後來他還告訴我 原來他是一個傳導人 我覺得我們組織一路以來都希望堅持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從來不是說 判斷這個 我們應不應該去做這個手術 我想整個歷程是需要有一些組織 或者有一些人陪他去度過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 我想譬如一幅堂 這麽大的教會 亦都可能肩負了一個使命 去陪這班人去度過這種 這麽難過的歷程 我想幾年前其實我都曾經來過一幅堂 當時我還是在那個手術的疑惑當中 究竟我應不應該去做呢 其實我來到這裏找了一位牧師 應該聽說他已經離開了這裏了 當然我其實是希望他跟我祈禱的 但是當時他也有跟我祈禱討 但是我們整個歷程就比較多 心理學上的一些支援的工作 那或者我也解釋一下 為什麽我去建立這個組織 以及這幾年裏面都做了這麽多工作 我想很多地方 正如剛才張教授都有提過 跨性別人士或者變性人士 他們遇到自己的心努力 情緒裡面的掙扎是很大很難去 你們的想像得到或者明白 那我2004年有一位朋友 他準備變性的 但是中間遇到一個問題 他終於消炭過身了 2005年我有另一位朋友 他沒有想著做變手術的 但是遇到一些不同的情況 他在家裡跳樓離開了我 那我想這兩個朋友 一直令到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社區裏面 這個社群裏面 其實很多事情 社會上面沒有人明白到他 或者沒有人支持到他們 那我作為國內人的 我希望掌分力去幫他們解決一些心理上的問題 而不是幫他們完成這個變性手術 所以很多人來到我組織那裡 其實他們是有點失望的 原來做人不是幫他們完成這個變性手術 反而告訴他們 有這麼多困難 你面對的 或者今天時間不多 我分享我少少的經歷給大家知道 那我通常都由我六歲開始講起 那為什麼六歲呢 很多人問為什麼六歲 那我就說 當時其實我是剛剛入小學 還有搬家的 所以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但是其實最重要 就是六歲之前的事 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應該就由六歲開始講起 那當時其實我已經開始發現 我有點不是很痛 或者可以說說 所謂的不正常的狀態出現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男仔 我很想成為一個女仔 我很想穿妹妹的裙 很想或者自己有一對胸部 我不明白為什麼 當時的資訊不太放達 我沒有得上網 那我自己就覺得很害怕 很難受 但是我從幼稚園開始 到了中學 我都是讀天主教學校的 那當時就 我都有一點點很單純 很天真地 每晚都祈禱 那在祈禱裡面 我通常就會是 怎樣去做這個祈禱呢 就說 神,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不敢跟任何人說 包括我家人 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惡夢 我發夢 為什麼發那麼久都不醒 不如明早 如果我醒的時候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惡夢 我就變成了一個女仔 那樣 所以通常我睡醒 早上第一件事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摸摸自己的下體 看看她是否在那裡 那當然了 就失望了 那如是者 很多天之後 我發覺原來 這個其實 是不是究竟惡夢呢 我現在 是不是生活在現實狀況 我就是這麼難受呢 那當然 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又再做另一個託告 就說 神,我很害怕 我不懂得去處理我自己的問題 也都解決不了 我可以怎麼做呢 那求你改變我的思想 不要讓我有這樣的感受 我不知為什麼 我只是想開開心心的過我自己的生活 但是為什麼我每天都擺脫不了這個狀態 我真的不想這樣做 那如是者在我長大的途中 我做得最多的一些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去壓迫自己 去將自己 去裝扮成為一個比較男性化的形象 我想現在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的東西 有些朋友說 你還是像一個男生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麼想 但是的確 本來我今天跟Helen說 想掃好PowerPoint 就是掃我以前的照片給你看 你看到照片之後 你就會知道我以前多麼努力 去將自己改變成為一個男性 因為我當時看不到有任何出路 我只是覺得 我既然是一個男性成長 我生出來的男性 我就好一點做男性 不要那麼變態 做一些那麼差的事 我亦都跟別人說不到 我的眼力很大 那我不斷去練大隻 我去扮得比較man 當時其實就扮了幾個明星 一個是Tom Cruise 一個是黎明 一個是郭富城 很多人看過我的照片之後 都會覺得 對啊 像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將來 其實報紙出過 你在網上搜尋都搜尋到的 在搜尋做ambient性的人 就找到的 今天沒有時間給大家看 而當時其實我自己很刻意去改變的 真的 每個朋友發現到我蛛絲馬跡的時候 我就去改變 例如我試過合上膝蓋坐 我不知道有什麼事 我只是覺得舒服就這樣坐 那後來被人說了之後 我以後就抹大個大腿坐 那麼好man 是啊 或者以前我很想留長頭髮 但是沒有機會啊 我可不可以開心啊 因為以前流行溫娜的 你們知道嗎 知道那些 即是跟我年紀差不多大了 不知道那些應該是80後的了 那溫娜的長頭髮 那我以為我畢業之後可以留長頭髮 誰知道呢 就我一畢業 中學畢業 他們就散佩了 那我就沒有留長頭髮了 那等等 等到一個機會 就是man F4紅的時候 我就開始留長頭髮了 但當時其實我很失望 我還被人說我man 那我其實man 男生應該很開心 但是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很尷尬 我不知道怎麼做好 就是幾十年過去了 原來我又沒有辦法解決到自己的問題 原來是藏起來了 只要藏起來了 我從來沒有處理過自己的問題 那當時其實二千年左右 開始網絡是蓬勃了 我上到網了 那開始在上面就找資料 那終於找到一個資料 就叫做逆服 Costdresser 那我就好像發人生大陸一樣 原來我不是全世界 只有一個人這樣想 原來這個世界上 那裡面仍然有人跟我類似的 那我就開始去聯絡這幫人 那我在香港找到他們 聊過之後 發覺我沒有辦法再隱藏這種問題了 那到平時九七年的時候 我亦都回到基督教的教會裡面 那當時其實我也做了很多事奉 我幾乎可以做的事奉 我可以做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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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願意將你的生命奉獻給上帝 但是為什麼連一樣 好像漢字那麼簡單的事 我只是做回原生性別 我都做不到 我覺得很難過 我每天都在祈禱 我正在祈禱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做 而當時我開始接觸到這個社群的時候 我就開始找更多的出路 我見心理醫生 我見精神科醫生 我找一些同志團隊問他 究竟我身上發生什麼事 我亦都找教會的幫助 而在我身邊的當時 其實也都是大部分朋友 都是基督徒朋友 那我也來過欣福堂求助過 那也都覺得既然祈禱的力量這麼大 有沒有人能夠幫到我做這個改變 我真的不想去走這條路 因為當時其實沒有組織 沒有資源 是可以幫到我們處理我們的問題 我很痛苦難過 我只是想找一個出路 而當我後來知道我的性傾向的時候 我更加難過 我原來發覺我是喜歡女生的 那我喜歡女生 就應該是做一個男生 異性戀的思想模式 我是應該這樣的 但是幾十年來的努力 都沒有辦法讓我做到這個小小的改變 我究竟可以怎樣 我也很想組織家庭和生小朋友 那我離岸其實壓力很大 但是當然基督教那個信仰思想 是令到我拿了一種 好像沉淚的狀態 沒有份上來 甚至我試過四次是上次殺 當然了 神的恩典之下 我沒有成功 否則今天就不能夠在這裡 和你們分享我見證 但我見證裡面 不是說我做變性手術 這個決定是對的 就是信仰上面的錯誤 是否你把你的責任 擺在你的上帝身上 當時我騎了很久 其實神給了答案 就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 是不影響神對你的愛的 而你自己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自己要做一個責任去走這條路 你可能會面對很多的困難 你可能會面對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 但是你怎麼走這個是 你自己怎麼走 但是神都會在我身邊 那當然我覺得 這個剛才和康姨聊過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結果是最重要 多數的跨性別人士都是覺得 我做手術就是我終極的結果 我做了手術之後 我會解決一切的問題 當然我經常都會被他失望 就是我不同意的 因為我覺得手術可能是其中一個途徑 通過令到你處理你自己 心理上或身體上 可能遇到的問題和痛苦 但是它是否唯一的途徑 我絕對不贊成 而當時我的確做了這個決定 我祈禱的時候問神 神給了一個答案就是什麼 他就說你自己要選擇 當然我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其實的確是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你不要看到我現在好像這麼開心 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自己也想像不到 他就說我以為我跟我媽媽 告訴他我這種情況之下 會處理中間的問題 那我媽媽很有趣的 我跟她說我自小都想做個女生的時候 她第一個問題問我 就是你需要做手術嗎 那麼那麼先進的 我當時還沒決定 他就已經問我了 第二個問題更簡單 他就問我 需要不需要很多錢 那我就跟他說 香港做手術應該不用很多錢 幾千元左右 但是意想不到的就是 我其實不懂得跟他解釋 當時其實在說之前 我是做了一週刊的訪問的 其實做一週刊的訪問 你都知道我的人其實 真的挺天真的 一週刊都相信 一週刊你都相信 還跟他做個訪問 我打算給我媽媽看 我不用解釋 但是誰知道 當然我之前的教會的一個區長 他勸我不要這樣做 因為怕你控制不到 所以我就跟我媽媽做了一個表白 但是做了訪問了 腹水難回來了 那個訪問照出了 那當時怎樣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親戚朋友 認到我的樣子 然後打電話去問我媽媽的人 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很奇怪 他們不問我 就問我媽媽 而你想像一下 一個老人家 六十幾歲 他有受過什麼的教育 知道跨性別是怎麼一回事 知道變性也是怎麼一回事 我自己幾十年來 都不能夠完全明白 你怎樣去叫一個老人家 可以解釋得到 所以原來在這段時間 他很難過 他很難受 原來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弟妹沒有告訴我 我媽媽沒有告訴我 原來其實一個人的出櫃 是令到很多人都是受傷的 所以我從來都要說 就是無論跨性別人士也好 同志也好 當他面對自己的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跟他家裡去 經歷這件事 然後希望處理到很多問題 當然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 希望可以在教育的層面 都能幫到他們 我不是說他們怎樣幫我 我想今天的時間有限 但是我作為基督徒的 我必須在我的信仰上面 經歷到上帝與我同在這個信息 我從來都不是說 我做手術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決定 但是我想我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決定 就是說我不是因為我做這個手術 離開了我的信仰和我的上帝 由此做終的 今天的 我會很大膽跟大家說 我在這段期間 經歷了上帝很大的恩典 而這個恩典 作為一個見證 我希望祝福到更加多的人 而不是去令到更加多的人 落入網絡裡面 當然這個網絡很難說 是不是究竟俗這個手術 或者是否因為這個手術 離開這個信仰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作為一個我們福音的使者 或者是恩福堂來說 其實我們有這個使命 去令到大家 在那個信仰掙扎裡面 去返回我們的上帝身邊 在裡面 在信仰上面找回答案 我想今天的時間不多了 我在這個經歷裡面 只可以很簡單去告訴大家 我是用了很多時間 在我的信仰上 跟神去問去祈禱 但是我一會兒就會去另外一個 叫普世合一運動的一個 退休營裡面 又是分享另一個故事 我想不是一次過 今天打來到這裡 聽到我這二十分鐘 講一個分享見證 我希望大家都仍然能夠 以一個開放的心懷 在信仰上面 去了解多一點 而不是告訴大家 做任何人 做了一個很正確的 做了這個變性手術 而鼓勵更加多人 去做這個變性手術 當然我們看到外面的人 更加多 我自己覺得很難過的人 就是說 他們沒有這個信仰的支持 他們怎樣度過這個困難呢 所以其實昨天 我也跟另一個朋友分享 就是說 我越來越覺得 在我的組織上面 我遇到一個障礙 一個難處 就是說 我不可能講信仰更多 因為在這個信仰裡面 其實我會嚇走了很多人 現在一下子距離求助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你信不信基督教 你有沒有試過回教 他就走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遇到一個難題 就是說 我一來很想用信仰幫助他們 但二來其實 我好像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所以我可能都會考慮 去在信仰上面做多一些功夫 或者甚至 我一路以來都很想讀神學 或者一路以來 其實我也想建立另外一個 比較 真是一個基督教的組織 去以一個基督教的信仰去幫助這幫人 當然其實新造的人 我都很欣賞的 但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時候 新造的人 明光社 或者欣福同一站出來 就好像 在戰場上面 我們遇到很多爭執爭拗 今天我不是來和大家吵架的 今天 我想 既然明光社邀請得我來 他們都知道我的態度是怎樣 我希望多些和大家分享 了解 見證上帝的道 是幾個奇妙 幾個美好 多謝大家 謝謝 �